Hello,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再次回到小艾老师的网课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五年级科学第五课,电 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课题是串联和并联电路 同学们,什么是串联和并联电路? 在还没有学习画电路图之前,同学们要先认识严件的名称 还有严件的符号,那让我们来先写 首先我们来写这是干电池 干电池就有正级和负级,这就是干电池的符号 这是一个干电池,那两个干电池的时候我们应该要这样子画 所以是正级负级,正级负级,这就是它的符号 接下来让我们来学习这是灯泡 那灯泡的符号呢,可以是以下三种 你可以画这样子的,或者是这两种都可以 这就是灯泡的严件符号 接下来让我们来写这是开关啊 因为每个电路中一定要有开关啊 开关按下的时候就是这样子 按下就代表开 那按下的开关元件是这样子的 然后呢,拉上,拉上的意思就是关掉 没有电流可以通过 拉上的符号就是这样子的 OK,接下来我们来看这是电线 电线啊,电线的符号是这样子一条线就是 OK,接下来 写了严件之后,我们要写要怎样绘制这个电路图的步骤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 首先我们要先画出严件的符号 这是电池的严件,对吗 干电池这里有两粒干电池 所以我们画正级负级,正级负级 接下来呢,根据干电池的数量画完之后呢 我们就来画这个灯泡的符号 这边有两粒灯泡 还有就是一个开关,画一个开关啊 开关符号画了之后呢 同学们你必须要准备一把尺 要把电线画直直的,因为这是路线图嘛 所以这个电路图呢,我们就要用尺来画 画出直线,把严件的符号连接起来 那么我们的电路图就完成了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 组装电路的方式呢 刚才老师提过了,就有串联的方式或者是并联的方式 那同学们想一想 串联的方式和并联的方式有什么区别呢 那我们来看这两个图啊 首先第一个图是串联的电路 那你看一串呢,很像sate,sate也是一串的 然后并联呢,就是有几串 几串在一起,肩并肩这样子 所以是并联电路 所以呢,这两种电路中的灯泡的排列方式是不同的 有看到吗? 这灯泡的排列方式很像一串sate一样 这个呢,就肩并肩 OK,所以他们的灯泡排列方式是不同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了 电路的名称,老师给你们介绍 这是叫做串联电路 串联电路图就是这样 两个vatre,两个灯泡这里 如果你要加三个灯泡,四个灯泡都可以 只要它是一串的,就叫做串联电路啊 接下来它是,它就是依次连接的 就是照式系这样连接的 那并联电路呢,它是并联在一起的 这边两粒vatre,然后呢,这边有一个灯泡,一个开关 这里有一个灯泡,一个开关 它们呢,是并列连接的 就是兼并兼并列连接的 OK,接下来我们来想一想 啊哈,我要去掉哪条电线可以让图中的并联电路变成串联电路 这是一个并联电路,所以拿走哪一条电线才可以把它变成串联电路呢 同学们有想到吗 是的,答案可以有两个 那就是C或者是D的电线 你可以拿走C电线,它就成为串联电路 或者你拿走D电线,它也会成为串联电路 可是你不可以同时拿走两条 拿走其中一条 好,同学们,串联和并联电路中的灯泡亮度有不同吗 你们觉得呢 啊,这两种电路中的灯泡亮度是不同的 为什么呢 让我来给你们看啊 电路的种类 这是什么电路 一串沙杯,所以是串联电路 这串联电路呢 它的电流呢 只有一条通路 只有一条路,没有别条路可走 所以呢,每个灯泡只能得到干电池的平均电量 比如一粒干电池要平均分给两粒灯泡 如果我加多一粒灯泡就要平均分给三粒灯泡 那并联电路呢 这是电流有不同的分支通路 它有一条路,有两条路 所以呢,每个灯泡都能得到干电池的总电量 这粒灯泡可以得到干电池的总电量 而这粒灯泡也可以得到干电池的总电量 所以灯泡的亮度,并联电路中的灯泡 比串联电路中的灯泡量 可以看到吗? 因为这里要分电 这里他们不需要平均这个电量啊 接下来,哈哈,这个Gabu又有问题了 什么因素影响串联和并联电路中的灯泡亮度? 那什么东西影响它呢? 影响的有两个 首先是灯泡的数量 接下来就是干电池的数量 那怎么讲呢? 让我们来看啊 这是串联电路 灯泡增加的时候 我加多一粒灯泡的时候 灯泡的亮度就会减弱 因为要sharing,对不对? 刚才老师说的 然后呢,如果我增加干电池 所以我加多一粒干电池 灯泡的亮度就增加 就是说,当你加灯泡 那亮度就会减弱 当你加这个干电池 这个亮度就会增加 接下来并联呢 当你增加灯泡的时候 灯泡交的一条在下面这里 那会怎样呢? 灯泡的亮度是不变的 就是不会影响的 灯泡的亮度 当你增加干电池的时候 加多一粒 它的亮度也增加了 因为它更加的亮 两粒干电池 它更加的亮啊 所以呢,同学们 为什么当我们在串联 或并联电路中 增加干电池的数量时 灯泡的亮度会增加? 那是为什么? 很简单 就是因为两个电路的电流 都加强了 电池多了 所以电流就加强了 它们就会更加亮 哈哈,咖啡猫又有问题了 什么元件控制串联 或并联电路中的灯泡 什么东西control它们有灯 还是没灯呢? 答案是开关 对了,开关非常的重要 让我们来看 当你按下开关的时候 你有看到吗? 这开关按下 开关按下的时候 那我们的灯泡就会发亮 这两个灯泡就会亮起来了 可是当我们拉上开关 拉上的意思就是把它拉上来的意思 拉上开关的时候呢 灯泡就会熄灭 那两个灯泡都同时一起熄灭 在串联电路中 当其中一个开关被拉上的时候呢 电流的通路就会中断 因此呢 灯泡就会熄灭 就算我这个拉上呢 然后其中一个我拉下 OK 同样的它也会熄灭 只要你其中一个开关 你把它拉起来的话 这整个电路就不完整了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 并连电路 这就是肩并肩的并连电路 首先我们来看 按下这个开关 什么事情会发生 灯泡会亮起来 那我按下这个开关呢 灯泡也会亮起来了 它会发亮 当我拉上开关 什么事情会发生 我不要拉上 全部我只 这个我还是按下 按下的时候 这个会亮 然后我只把这一个拉上 OK 我只把这一个拉上 当我拉上这个开关的时候呢 这个灯泡就会熄灭 就是说我按下这个开关 这个灯泡 还是发亮 我拉上这个开关 因为这步不完整了对不对 所以灯泡就会熄灭 那从这里我们可以做什么结论呢 就是在并连电路中呢 电流指 有几条的通路 它有这条路 还有这条路 每条路的开关 只有一个控制个别的灯泡 只是控制个别的灯泡 但其中一个开关被拉上了 这个被拉上了 只有该开关 手控制的灯泡会熄灭啊 那其他灯泡依然不会发亮 比如这里有两条道路 回你的家 这两条道路呢 其中一条有警察 有警察这条路不可以过了 他拦路了不给你过 那这灯泡就灭了 那你可以走第二条路 那走这一条路 还可以回家 那灯泡会亮啊 好了 同学们咖啡猫又有问题 在日常生活中 串联和并联电路有什么用途呢 为什么要有串联和并联 想想串联和并联哪个比较好呢 哈哈 串联电路 多数呢 都是用灯式中的电路 是以串联的方式来连接的 ok 多数灯式中的这个电路呢 是串联 为什么呢 就是当一粒灯泡它坏了 它整个都会坏掉 就是整个灯泡都不能亮 那并联呢 并联啊 有什么好处 你看这把风扇坏了 风扇不能着 所以它换一个插头 风扇就可以转了 所以多数的家用插座中的电路 是以并联的方式来连接 同样的我们的家也是用并联 或者一个插头坏 全家插头都坏到完就糟糕了 所以我们家也是并联 所以同学们你知道吗 我们的住家 我们的学校 我们所使用的这些电路 通常都是并联的方式来连接 连路灯也是哦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时候整排的路灯 有一盏坏了 其他路灯还是可以亮起来的 因为他们所用的是并联的方式 串联电路 让老师来做个总结啊 串联电路呢 电流只有一条通路 只有一条路 所以断了就不能行走 有警察拦路你不能回家 就这条路不可以走了 OK 其中一个灯泡坏了 其他的灯泡也不会发亮 因为他电流不可以通过嘛 所以开关被按下时 灯泡会一起发亮 开关被拉上的时候 灯泡会一起熄灭 灯泡数量增加的时候 所以灯泡的亮度就会减弱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并联电路呢 并联电路就不同了 它的电流有分支的通路 它有几条的通路 所以其中一个灯泡坏了 其他的灯泡是不会被受影响的 那其中一个开关被按下或者是拉上的时候 只有该开关的控制 灯泡会发亮或熄灭 就不会影响其他的哦 所以这个是拉上的时候只有这个面 这个关按下去的时候 这个呢同时还是会发亮 所以灯泡的数量增加的时候 增加了一个灯泡在这里 灯泡的亮度是不会减弱的 这两个是不会受影响的 好了同学们 那最后老师要教你们什么是完整的电路 这很重要啊 完整的电路一定要有灯泡 电线 要有干电池 还有呢就是要开关要按下去 这样子电路才是完整的电路 所以呢 它是由干电池 灯泡电线及开关所组成的 在完整电路里呢 那电流能顺利的通过每个电路的元件 按下开关时电路会被接通 那电流呢通过灯泡使这个灯泡发亮 最后呢开关能让我们控制电路中的电流的这个流通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玩这个游戏哦 观察一下老师所展示的几组电路 同学们看看哪一个才是完整的电路 首先第一个很明显的 叮叮这里断掉了 所以这不完整 第二个很明显的叮叮这里断了 所以呢这个也不能通电 第三它跟你说了叮叮这个灯丝断了 所以不能够 第四个呢让我来看什么问题 有注意到吗 发生什么事叮叮这个开关 拉上了所以也不是不能够通电 ok不能够通电 所以答案剩下这两个 那你猜猜看哪个才是正确的答案呢 让我们来观察 如果你有注意到的话 那这电池有问题 你看到吗 这是正极 这也是正极 所以positive和positive是不可以在一起的 所以呢它应该是negative positive negative negative positive才对的 所以这个才是正确的答案 你看到吗 加减加减 因为呢在电路图也跟你说 你要画加减加减 不可以加减减加或者是加加减减都不对啊 ok你要画加减加减 就是正极负极正极负极 最后我们来看完整的电路能使灯泡发亮 电路中的灯泡不会发亮的原因 可能是电线没有完整连接 开关没有按下 干电池装置错误 或者是灯是烧坏了 还是干电池的电量已经耗尽了 或者是可能是电线断裂了 所以好多因素 或者是灯泡没正确的装置在灯泡桌上 好了同学们今天老师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们喜欢老师的视频 记得点赞和订阅分享哦 拜拜